自从全能神 国度君王被见证之后 神的经营范围在整个宇宙已经全面打开 不单是在中国见证神以显现 全能神的名在各国各方全被见证 他们都在呼喊着神圣的名 都在想方设法寻求和神交通 摸着全能神的心意 在教会里佩搭侍奉 圣灵就是这样奇妙的做工 各国的语言不同 只有一位灵 在宇宙众教会里疏通和神完全是一 毫无差异 这没有什么疑惑的 圣灵正在向他们呼召 声音令人警醒 是神的怜悯之声 他们都在呼喊全能神的圣名 他们也在赞美 也在歌唱 圣灵做工绝不偏让 全力以赴都往正路前行 谁也不退让 奇妙加奇妙 世人难以想象 无法猜测的事 全能神是宇宙生命的王 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判世界 主宰万有 侠管万国 万民都在向他屈膝 都在向他祈祷 和他亲近来往 无论信神时间长短 地位多高 资格多大 心理抵触 必遭审判 必俯伏在神前 发出痛苦的哀求之声 这正是自作自受 这哀嚎的声音 是在硫磺火壶里 被煎熬的声音 是被神的铁杖 责打的喊叫声 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